字幕志愿者 杰明论推墙 字幕志愿者 杰明论推墙 《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8月17号 是《建民论推墙》的2096期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能跟大家说一个话题呢 是习近平他为什么不敢出国 也就是这个话题呢 很多人听着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不正常的话 习近平为什么一定要出国啊 习近平现在已经打破了全球各个大国啊 就是主要的世界上的经济大国的领导人 不出国的这个记录呢 他今年整个出国啊 他只有两天 前两年疫情呢 习近平曾经呢 几年都没出过国 那疫情期间不能出国呢 大家可能有一点能够理解 也就是呢 一旦出国可能会染疫 无论是对对方接待国家 还是说自己本人都可能有健康的风险 你说你不出国 通过视频会议就解决各种国际重大的外交问题呢 那么大家可以理解 而疫情过去之后 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首脑都相当相当的繁忙 各种国际会议 国际交往 两国之间重大的互相的国事访问非常非常多 而习近平他已经在2022年 接任了中共第三次的总书记职务嘛 也就是他这个座位已经稳当了嘛 他本人已经连任了嘛 而且修改了国家宪法 国家主席连任已经没有限期了 习近平打算终身制 他已经这一步做到了 既然已经都做到了 自己太上皇的地位也稳定了 不影响自己任何时候的任期 这时候放放心心的大胆出国访问 跟国际社会广泛的交往 树立他大国领袖的这个地位 营造他大国领袖的影响 这本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习近平就是不敢出国呢 今年所有的时间 现在都已经到了八月份了 也就是大半年都过去了 习近平出国一共就是两天 而且是只去了莫斯科 并且是在全世界对他有极大压力之下 也就是普京在习近平出访之前 已经被海押国际法庭定位为国际战争罪犯嘛 他是专门去拜访战争罪犯去了两天 从这以后呢他再也没有出过国 所以全世界媒体都在关注 习近平为什么不出国 为什么不敢出国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呢是把习近平所有 他现在目前面临的国际国内的压力呢 我都给他总结了一下 而习近平现在不敢出国呢 更由于什么 由于就是美国对中国的极端的孤立和打击 并且美日韩现在加强他们的这个协助啊 让习近平的如坐争战 也就是这两天 拜登专门邀请了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徐院 就在星期五到戴维营呢 要参加美日韩三国首脑峰会 那么这个峰会他们是干什么呢 这个峰会被中国就形容为他们是准备打造亚洲小北约来威胁中国安全的 也就是这个被中方认为是亚洲小北约的会议 在本周五呢 在位于马里兰州的戴维营呢 会举办 拜登跟尹徐院和岸田文雄三个人将进行三国首脑峰会的秘密会谈 这个会谈呢 他们会签订一些共同防御的条约 而这个防御条约毫无疑问来讲什么 就是如果日韩一旦受到攻击 美国会大力持援 而在平时就是战争没有爆发之前 日本也好韩国也好都开放自己的口岸 允许美军驻扎 允许美军部署各种战略武器 尤其是反制中国和北韩的核武的反导装置 也就是一旦无论是北韩挑衅还是中共挑衅 都可以做到美日韩在第一时间协调 因为北韩天天叫嚣着 他要解放全世界 他要消灭美帝国主义 他要解放南朝鲜 生活在水深火日中的韩国同胞 那么中共动不动要去解放台湾 要去什么对台湾进行武统 要解放水深火日之中的台湾人民 也就是无论是中共还是北韩都对整个亚太尤其是台海地区构成重大的战争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联合日本和韩国在美国举办这个首脑峰会有绝对重大的意义 既然中方已经把它定为是亚洲小北约 那就不妨按照亚洲小北约这个形式呢 他们开始紧密合作 而这个合作呢还有两个外围伙伴 那就是印澳就是印度和澳大利亚 因为本身美日印澳呢本身就有一个四方会谈四方联盟 那么无非是韩国在这个里面最终就是北日印澳韩呢 他们形成了嘛形成了一个军事同盟 这个军事同盟显然就是亚洲小北约嘛 就是类似于美国在北约在欧洲搞的这个北约的一个军事联盟组织 在亚洲如果是美日印澳韩组成一个坚强的军事联盟的话 那么无论是北韩挑衅还是中共挑衅 他们都没有任何可能在西太平洋在台海呢他们能得到任何便宜 也就是美日印澳韩这五个国家有充分的这个科技能力 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有绝对雄厚的经济实力 那么也就是这几个国家如果紧密团圈 轮不到你北韩和你中共狗鸡跳墙 然后向台湾向韩国发动你们的战争进攻啊 而且无论是北韩他挑衅韩国还是中共他武统台湾 都会对日本的这个地缘政治产生极大的影响 日本都是父辈受敌 所以说日本绝对不能够当战争打来的时候 自己受到很多殃及其余的损失的时候还束手无策 所以说日本早就由安倍首相说过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因此要确保台湾的安全 那么既然要确保台湾的安全 就绝对不是嘴巴上一句空话 日本他修改他自己国家的宪法 能够不断地扩大他的自卫队 过去二战的时候 因为日本是战败国 美国限制日本和德国的军事发展 他们只可以建立自卫队 就是在保护自己的情况下 你日本有一点自卫的力量 现在因为地缘政治的变化 战后的七十多年了 尤其是中共和北韩咄咄逼人 不断地在太平洋地区挑起战争 就是这种战争风险已经很大了 人家日本也不能够像七十多年前 战败的时候一样 只能发展自己的自卫力量 现在日本是拥有什么 一旦他修宪以后 就拥有他自己绝对的军事进攻力量 也就是日本可以恢复他昔日的 亚洲军事大国的地位 而日本的军事力量如果一旦恢复 他的军力增长会很快的 他绝对能超得过中国啊 你不要认为你解放军有几百万啊 日本也有一亿多人口 日本如果把他的军队扩充到几百万 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加上什么日本的科技相当发达 经济实力相当的强壮 日本的军事科技军事实力 只要是他允许恢复 美国不对他进行限制的话 日本的这个军力成长 是绝对不比美国弱的 也就是在二战之前日本短短几十年 日本的这个军事物资的成长 军事实力的成长 就已经在亚洲是雄霸亚洲 绝对是亚洲的第一军事大国 俄罗斯在历史上无数次跟日本人打 没有一次赢过啊 日本人是最拿俄罗斯不放的眼里面的 也就是日本历届政府都有这么一个雄心壮志 一定要收回北方四岛 因为北方四岛是前苏联 在二战之后趁着人家日本人战败 然后趁人之位去霸占人家的北方四岛吗 日本是一定要收回来吗 如果日本人收回北方四岛 那中国就应当能收回枯叶岛 因为北方四岛和枯叶岛联合的太近了 他们靠的太近了 这个地理位置如果是东面的这个北方四岛给日本人拿回来 那么北方四岛西面的枯叶岛没有任何理由不归还给中国 这就看中国政府对于俄罗斯是一个什么态度了 你要共产党这种马列子孙把俄罗斯当爹的话 那习近平永远也不会跟俄罗斯提出一寸领土的要求 但是中国一旦如果实现民主化共产党被推翻了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那历史上的仗是一定要算的 俄罗斯无缘无故霸占中国那么多领土 屠杀中国那么多人口这个仗是一定要算的 即使是屠杀掉那么多人口人死没办法复生 但是该有战争赔偿你要战争赔偿 巴掌的土地只要在都是可以什么回归祖国的 所以呢这个呢是未来的就是战争来解决所有领土争端的问题 目前来讲共产党在中国执政这个事谈不上 但是日本不这样想日本随便是哪一届政府 他一旦当政以后从来没有任何一个首相敢放弃北方四岛的领土要求 历来都要求你俄罗斯必须归还 那过去日本他不能主动进攻啊他是一个自卫队啊 他没有这个能力去跟俄罗斯去挑起军事斗争 然后以收复北方四岛为自己的主要军事目的跟俄罗斯开战啊 过去日本做不到这一点啊 因为你是自卫力量嘛 全世界对你都有所限制嘛 但是现在情况变了也就是美国如果支持日本恢复军力支持日本他修改宪法 最终日本成为亚洲的一个军事强国有独立的自己国防和自己能够进攻的军事力量的时候 日本如果得到日本人民授权日本政府他要求收回北方四岛 美国是绝对不会干涉的 这本身这个领土就承担着极大的争议 国际社会从来就没同意过 你前苏联可以随随便面去霸展人家北方四岛的 这都是你俄罗斯你自说自话 这就像俄乌战争一样 现在国际社会都不同意俄罗斯他挑起侵略战争去占领人家乌克兰 包括2014年去占领人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地区 因此克里米亚地区全世界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承认你俄罗斯随随便便霸占别人的领土 那么好了 既然不承认你俄罗斯可以霸占人家乌克兰的领土 凭什么就承认你俄罗斯可以随随便便霸占人家日本的领土呢 而不是你占领时间长一点 这个领土就自动归你了 没有这种说法啊 北方四岛凭什么就算你前苏联的 凭什么就被你俄罗斯长期霸占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一次美日韩三国首脑在戴维英的会议 他们讨论的不仅仅什么 是美日韩的紧密的合作 最重要他们是组成一个军事同盟的雏形 也就是所谓亚洲的小北约 对中国当然是刺激很大了 所以说呢 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汪文斌就表示 中方是反对任何国家拼凑各种小圈子 反对你们加剧对立 损坏他国战略地位的这个做法 也就是呢 中国人呢就是只需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的 他反对人家美国拼凑各种小圈子 来影响其他国家的这个政治地域安全 那你中国为什么你要去拼凑小圈子 搞什么中亚武斯坦了 什么金砖五国了 什么跟俄罗斯一起去建立什么同盟安全会议了 也就是你中国拼凑小圈子 人家美国人说过一句话吗 人家随你去拼凑吧 你有本事你中国跟俄罗斯捆起来 一起打一起进攻 你看你挑战国际文明 最终你中国和俄罗斯 你们的目的能不能达到我啊 所以说美日韩这次军事同盟会议呢 引起了习近平极大的不痛快 那你习近平主动加入啊 你要么跟美国谈啊 你要么就是公开也拉一个小圈子 去对抗人家美国和西方国家 习近平又不敢表面上还装作一副和平的样子 但是习近平为什么他不敢出国 为什么不敢跟各个国家去交往 为什么不能发展他的所谓大国战略外交呢 习近平的顾虑是非常多的 很多人看不懂我呢就对习近平为什么不敢出国 我给他归纳这么几条 因为绝大部分啊对习近平他本人不敢出国 很多人马上就想到说是宫廷政变嘛 军事政变嘛 很可能习近平你一出访趁着你在国外的时候 这边就形成了宫廷政变的局面 然后习近平回国时候一下飞机就立即把他抓了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判断 实际上习近平对这个方面他可能是注重的是最紧密的 他不知道他如果一旦出访回国就被抓嘛 所以他早就把这个能抓他的这些人 这些部队里面的主要将领 全部换成自己绝对的心腹 而且这种心腹显然是习近平 他认为他是非常信任的 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背叛他 所以呢习近平他有这种呢 就是自己这种有把握的考虑 因此呢所谓宫廷政变 习近平一旦出访回国在机场立即就抓呢 这种风险我相信习近平一定是规律到最大 就是绝对不可能让他自己出现这样的一个被宫廷政变 然后拿下的这种局面 那么习近平如果是不会被宫廷政变 他为什么不敢出国呢 我相信是来自于国内和国际多方面的压力 我给他总结的首先是国内对他的挑战和压力 比方说现在中国的这个经济是绝对下行的 按照中国现在这么大的人口规模 目前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 以及习近平每年大量需要花费的各种费用 包括雄厚的国防开支 包括强大的维稳劣质 包括习近平必须要花费的庞大的公务员队伍 这些官僚体系的三公费用 以及习近平每年维持他自己世界各国大国领袖 要送出去打傻逼的各种费用 习近平这么多的费用要付 他就必须经济要有一定的增长力要有一定的经济活力 GDP要保证一个相对高的一个高度 也就是中国的经济怎么样都保证6%的这个增长率 如果没有这个增长率 显然不能应付习近平每年庞大的这个行政开支嘛 按照这两年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公布的经济运行的情况 GDP的增长年2%都不到 那么你需要6%你现在年2%都不到 显然就是有巨大的亏空啊 而经济本身下行的压力大压力大在哪里呢? 也就是大量的中国过去赖以深圳的房地产产业的完全的崩盘嘛 大部分房地产包括中国有名的龙头型的房地产 什么碧桂园啊万达啊恒大 他们现在都到了就是烂尾楼的地步啊 楼根本就是根本建不起来 老百姓收的钱建不了楼 因此就是房地产几乎是崩盘的 而房地产跟金融行业是密不可分的 也就是大量的房地产建设 它自己的资金来自于银行的数据 而购房者往往又都靠银行的贷款 才能满足自己买房的这个需要 因此来讲双方的资金无论是购房者还是建房者 他们的资金都来自于银行 你现在房地产崩盘了银行能不受损失吗? 所以金融业暴雷是一个接一个 前两年还只是河南什么郑州的村镇银行暴雷 那个地方银行是小银行 而你现在直接是央企暴雷啊 直接就是中置系暴雷啊 而中置系暴雷是万亿帝国啊 他这个投资的门槛相当高啊 在网上我们都看到有很多投资中置系的人 都是什么都是相当的富豪 他们本人投资的门槛就是五百万以上嘛 有很多人投资都是几千万上亿的 现在什么一份也拿不回来 因为诈骗行业啊 它有一个不成文的但是永远的规律 就是你贪图它的利息 它要的是你的本金 你看着你投入大量资金 可以带来一个很高的利息回报 但是你利息没有拿几期 最终什么本金没了 这就是什么诈骗行业永远颠簸不破的争理 那么你随便是民企也好 你P2P也好 你现在即使是央企也好 你照样什么是金融产业爆雷 都是最终血本无归本金没有了 那么金融行业也爆雷 房地产也崩盘 加上大量的退休人口的增加啊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建政以后 是搞什么光荣妈妈的啊 从中共建政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在文革期间包括毛泽东死之前 人口生育是没有什么计划生育的 那时候放下肚皮生啊 每家生个五个六个是常态啊 十个八个不稀奇啊 所以说在现在大到退休年龄的人大部分 什么大部分都是五十年代出生 或者是六十年代头出生的 那么这时候你已经满了六十岁或者六十五岁了 而这个年龄因为大量的人口退休 也就是退休人口增加毫无疑问 退休金的压力就巨大 因为什么收取这个社会养老金 社会保险金这个池子里面的水就这么多 而现在注入的水很少要抽掉的水很多 大量的退休人口现在都要领养老金领退休金 而这个社保池子里面没有那么多钱啊 那没那么多钱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年轻人少 因为现在就业的年轻人大部分是90后00后了 这些都是计划生育的产活 也就是人口是大量的减少 失灵就业的人口本身就少 更何况现在没有业可救呢 即使你现在是失灵青年但是无业可救 你现在只能是下岗只能是躺平 大量的这个失业率导致了更没有多少人去上班 那没有人上班谁来叫社保呢 这也就是变成了什么国内这个矛盾非常大 就是老年人和青年人之间的矛盾相当大 老年人退休要领钱青年人没班上自己没有收入 到哪里给你交社保也就是变成了这么大一波亏空 现在呢GDP又往下掉根本没有增长 没有钱来补因此来讲对于习近平来讲巨大的社会矛盾 他没办法克服这是什么 这是中国错误的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一个必然和果 而这个和果发生的时候中共都是骨头不固定 他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而现在年轻人失业那么公务员呢公务员现在只能是减薪啊 很多公务员让他们下降工资甚至让他们退回过去曾经拿到的绩效啊 这样公务员有什么积极性呢 谁跟着你共产党卖命呢所以公务员百分之百躺平嘛 那公务员躺平就意味着政府机关所有的这个官僚作风非常横行 所有的工作效率相当的低 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呢现在就处于一个死盘 而这个死盘在整个疫情恢复期间 现在变成死盘是非常非常极端不利的 因为三年疫情动态清零把中国已经搞空了 绝大部分的政府机关在三年动态清零期间都不是正常上班的 而国民经济在三年期间基本上属于暂停状态 现在你动态清零结束了你疫情结束了 要想恢复整个国民经济那各个部门要有效的高效的运作起来啊 但是没机会啊也就是现在你看所有的店铺基本上都空的吧 随便哪个大小城市 稀致车水马龙非常繁杂的那些商铺啊店铺啊 现在呢门可罗雀也就是没有人来消费 那么由于没有卖那就肯定没有卖了 你卖给谁呢大家都不来卖你卖给谁呢 那没有卖那店铺谁来租呢 已经租下店铺的人肯定退租了 老板收不到租金老板怎么付他自己店铺本身的这个贷款呢 所以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也就是社会消费极低 而所有能够从事社会服务和社会商品销售的这些卖家呢 自己就活不下去了 而出租给他们店铺的店家也活不下去了 活不下去最终就是银行的贷款又还不来了 银行收不到贷款银行就没办法运行了 那最终银行也就崩盘了 那么等到金融崩盘 最终就变成了大量的欠债 大量的这个像央企 中止息这类的企业就扛不住了 等到国民经济总的金融总爆发的时候 这时候你习近平你没有钱 你拿什么去应付你自己所有的这个国际名声呢 在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哪有这个心思 他去什么出访到国外再去大傻逼呢 因为他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出访 从来没从国外带回一份银子来 总是带着大把的钱出去送的 他要到外面去出访 首先是带着钱拿去给别人白送的 他没有准备好礼物没有带好银子 他怎么出国呢 所以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陷于巨大的国内矛盾 陷于巨大的经济亏空 习近平是根本没办法再到国外去访问的 这是指国内由于经济下行 给习近平带来的巨大的一个压力 第二个就是党内思想的潜质嘛 党内思想极端的这个争端嘛 也就是习近平他上任这么多年来 首先是打虎先打掉他自己的所谓政治反对派 打完了政治反对派 就把他过去跟他同朝为官的一些党国的要人 把他们全部嘛 边缘哇哇像李克强啦汪洋啦 这些团派就让他们呢早一点卷不开走人 习近平少除了所谓团派 少除了他自己能够给他 在二十大接任党的第三任总书记 所谓的政治障碍以后 那么很多跟他同朝为官 帮助他抬脚子吹喇叭的这些老人 年龄大了也不能不退啦 像他昔日的老战友逆战书啦 刘鹤啦 这都是他非常信任的啊 到了点也得退啊 因为什么毕竟要把位置留给习近平 他准备安排的其他的幕僚啊 而其他的幕僚年龄都很大啊 你看看习近平他有什么人可用 他自己所有用的人 基本上都是他支江新军 就是他在江泽户任职的时候 他所认识的当时的部下 问题当时他跟他在一起做官的这些部下 大部分人跟他年龄差不多 最多比他小个五到十岁 那么经过习近平这么两到三节一过渡 这些人年龄都已经到了嘛 到了临界点了 也就是在本届二十大被习近平选拔到 政治局委员以上的绝对的核心幕僚 这些人的年龄都是靠近六十八岁 靠近七十岁了 也就是等到下一届 就是习近平想第四次连任时候 这些人的年龄全部超零 没有一个人不过七十岁 这些人是继续留下来用吗 还是说要找人替换他们呢 替换谁呢 习近平没人可替 因为习近平就没有培养一个年轻人成长的机制 没有培养过任何接班人 因为没有替对培养这个机制 习近平又不信任现在的年轻人 因此现在的政治制度是极端僵化的 而习近平为了维护他自己的集权 是不可能随便信任哪一个年轻人的 跟他自己没有直接工作过的 他对这个人没有直接了解的 就是忠诚度考察 没有习近平自己亲身感受到 他能经得过习近平认为是忠诚的人 习近平是不敢提拔上来的 一个秦刚本身就是习近平 他在自己担任总书记以后 秦刚作为外交部礼宾司司长 跟随习近平安前马后 让习近平满意 习近平对秦刚亲自考察以后 认为行破格三级把他提拔到了国务委员 这才上任没几天就已经被搞掉了 也就是搞掉秦刚绝对不是习近平的本意 但是一定是什么 有巨大的政治反对力量 借踩秦刚的这个机会 来挑战习近平的权威 所以习近平现在秦刚也不得不下去了 这是好不容易选拔的一个相对年轻一点的副国级啊 才干了没有几个月就已经搞掉了 那么以后要不要有新的年轻的副国级产生呢 目前已经60后的官员 现在都已经是60多岁了 干完这一期他们也接近70岁了 也就是说习近平要再培养 培养到中央委员培养到政治局的人 应当是70后了 而70后习近平跟他在一起共事的人几乎就没有啊 哪怕蔡奇王小红这些人 他们哪一个是70后啊 他们都是50后60后 那蔡奇老吃八茶 他的年龄都快赶上习近平了 这些人到哪里跟习近平 还做什么第四次连任第五次连任呢 所以说习近平完全是亲黄不解 他的干部队伍根本没有年轻人顶上 靠这帮老臣 虽然这帮老臣会比较忠诚 习近平亲自考察过 而且这些老臣模反的可能性也很低 因为他们到了这个年龄了还去模反干什么 模反未必能成功 成功也当不了几天土皇帝 而身败名裂的可能性非常大 这些老臣你说在一起啊 王小红啊 他们现在招习近平的反 他来当总书记 他不如他自己把现在他的这个宝座把它保住 他还能想几天荣华富贵 他真的要去搞宫廷政变 就算成功了 他真的能当几天这个共产党的太上皇呢 所以说呢习近平用老臣呢 主要认为这些老臣呢 他模反之心呢即使是有 但是呢也没有模反之力了 年龄大了 这是习近平他要保证自己江山 维护自己终身者 他在这个年龄层次在组织结构上面 他的一个考虑 但是亲王不接啊 没有年轻干部上来啊 那习近平就是做一件事一件 管他青年干部上不上来 我现在能够活着 我能够指挥 我定于一尊就行了 所以习近平现在就是一条道走到黑 所以这是指他的干部队伍 那么他在国内现在困难重重 党内矛盾重重 他在国际上面呢 他推行的是战狼外交嘛 他的战狼外交 就跟绝大部分的国家的关系呢 都是相当相当紧张的 无论是联合国武昌的几大国家 欧洲的英国法国加拿大 这几个国家 中国派过去的大使什么崇培武啦 刘晓明啊 卢萨爷啦 都是战狼大使 都是咄咄逼人 都是在当地国家 跟当地国家制造的重大的外交矛盾的 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习近平选拔了一个新人的 战狼外交部长嘛 王毅就是这么挑战的嘛 所以说呢 这个战狼外交给习近平呢 在对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制造了巨大的这个障碍 所有国家都非常反感和讨厌中国的战狼外交 因此这么多年来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跟中国不断地打起了什么贸易战啊 科技战啊 间谍战啊 尤其是关于台独实力 现在呢是极大的冒头 习近平心里面很清楚啊 过去还跟台湾去谈统一啊 是和平统一啊 是武力统一啊 还争取台湾是你们回归祖国大陆啊 还能够去收买人家台湾的人心 还把大量的台湾企业带到中国大陆来 让中国大陆这个市场给台湾的台商呢 挣到钱 那么挣到钱的资本家就拥护共产党 共产党通过统战的手段 可以拉拢一部分台湾资本家的人心 过去中共一直是这么去做的啊 但是这么几十年下来 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包括像郭台铭这种人都是支持共产党 跟着共产党混的嘛 在中国一弄这个富士冈就是几十万人的大厂 所以说呢 本身中共认为它统战台湾的各个资本家 以及拉拢国民党高层 中共认为它是取得一定成效的 但是这两年由于战狼外交的 对全球的这个触击 导致了全球很多国家对中共的反感 人人都知道台湾是跟他们建立更好的民主关系 更有利于对中国 对世界发展对和平发展更有利 所以说世界上主要国家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国家纷纷的跟台湾建立非常好的经贸关系 跟台湾加强各种官方的联系 过去官方是不敢联系的 现在官方都敢联系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台湾的国际地位政治地位急剧的上升 在这个过程中台湾人的心态就变了 现在台湾的年轻人几乎是99%的人 是支持台湾独立的 你去到台湾做一个广泛的调查 很多人说你建民是不是支持台主啊 你别问我建民是什么台主 我现在是告诉你台湾青年什么台主 就凭我建民对台湾青年的了解 通过我在网络上面搜集的数据 通过我本人设身处地 跟台湾年轻人的交流 我非常的清楚台湾现在90%以上的年轻人 是支持台湾独立的 是不会支持跟你中国大陆搞什么统一的 共产党对于他们来讲 在中国大陆你是专制也好 也独裁也好 人家台湾青年轻人家 不管我们的事 这已经变成人家是跟你自动隔离了 这不是过去台湾能够争取到 年轻人跟你一起共同的反对中国共产党 共同的推翻共产党的统治 打倒了共产党台湾不就安全了吗 这个道理台湾人懂 但是台湾人讲打倒共产党交给你们自己去打倒吧 我们就跟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了 虽然我跟他们讲你们这种想法很狭隘 就是你说你台湾是独立的 你说你台湾跟中国共产党没关系的 你认为没有关系 共产党就不侵略你了吗 就像乌克兰动不动讲他跟俄罗斯没关系 他说他跟俄罗斯没关系 俄罗斯就不侵略他了吗 俄罗斯就不打击他了吗 所以我要对台湾青年所做的工作 就是告诉你们不要做鸵鸟 不要认为我们跟大陆没关系 我们跟共产党没关系 反对共产党是你们大陆人自己的事 共产党我们跟他井水不犯河水 那只是你的一厢情愿 你认为井水是不犯河水的 但是河水要犯你的井水了 也就是共产党是一定要来打你台湾 一定要来征服你台湾的 要把你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 跟中国大陆一样去奴役 这是共产党的强盗逻辑 它的强盗想法 它不由你台湾人你怎么想的 这就跟香港人民一样 香港人民本来认为一国两制和平回归 结果回归了不到二十年 中共这个什么五十年不变就翻脸了 现在不管你香港人民 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 国安法就给你施行了 也就是香港自从国安法以后 就沦为中国共产党控制下了一个 跟中国大陆所有其他省份 一模一样一个思想自由 全部受到压制的城市 那么你说共产党它将来 它侵入你台湾 它不会对你台湾这样去做吗 所以今天的香港就是明天的台湾嘛 因此来讲台湾人民 我们对他们进行影响的 就告诉他们 无论你们自己怎么样想 但是共产党一定会来亲运你们的 所以说我们只能团结起来 把共产党铲除了 没有共产党了 台湾才永享和平 这是指什么 台湾人现在这个思想的变化 而这种变化实际上是跟国际形势 跟目前来讲地缘政治的极大的改变 有绝对的关系 因此 习近平现在跟国际关系那么恶劣 尤其是跟美国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现在这个关系都非常非常的恶劣 是因为价值观的问题 思想意识形态的问题 形成的是贸易上的壁垒和贸易上的障碍 所以无论是跟美国跟澳大利亚跟加拿大 从彼此之间政治对立价值观对立 最终导致了贸易彼此之间互相的不合作 而美国因为从这一次疫情中受到中共极大的伤害 因为美国到关键时候在疫情到来的时候 美国口罩拿不出来消毒水拿不出来防护服拿不出来 所有这些抗生素全部在中国生产 而中国卡了美国的脖子 美国一旦它这些急救药品都受到中国的潜质以后 所以美国朝野就震惊了啊 那么多年的全球化把所有的生产材料生产运输 生产制造企业都放在中国 到了关键时候美国人没东西用啊 因此美国人今天醒过来 大量的企业从中国撤出 本身中美之间关系就很恶劣 中美之间虽然拜登讲不脱钩 但是去风险化 所谓去风险化就把大量的生产制造行业 不再放在中国把它全部转移到墨西哥嘛 所以今年上半年开始 墨西哥跟美国之间 美国之间的贸易额已经上升为第一位 中美之间贸易额已经落后于墨西哥跟美国的贸易额了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世界格局带来的不断的变化 而习近平他内外交困的时候 政治制度又极其僵化 又没有年轻人能够培养上来 现在习近平就变成什么 就是变成坐之等死 这就是习近平现在的这个局面 所以说他根本就不敢出国 但是国际会议呢 习近平呢还是会参加的 像本月底他就会到南非去参加尽端会议 今年十月份他还希望能够在美国参加 iPad会议同时呢 能够去访问华盛顿 直接在美国进行一场国事访问 本来这个事是安排秦刚去打前站 把所有事都落实的 但是秦刚一旦出事以后 习近平呢就断了这条腿 目前让王毅来做 未必王毅做的能让习近平绝对满意 所以说呢 习近平未来到美国出席iPad会议 能不能到华府实行国事访问 这还是个未知数 不管习近平他现在是愿意出国 还是不愿意出国 可以讲普里格金的阴影 现在都照在习近平的头上 所以习近平每天是如坐针章 他这个习近平这个土皇帝的梦 已经差不多到头了 所以说我曾经给习近平起过一个名字 叫习ID 就是共产党的末日之君 习近平的末日也就是共产党的末日 快到啦 好今天的节目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